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早做打算 他毕竟是我女儿才是亲生的 你啊 是我儿媳妇是个外人 我把我女儿自我好了 以后我还转我闺女给我养老呢 妈 哎 对了 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没给我呢 这刚才你不是说我是外星人吗 这生活费你找你亲闺女要去啊 哎 院子 怎么回事呀 怎么跟咱妈说话呢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把钱拿出来呀 哎呀 看见没有呀 哎呀 燕子 这咱们作为子女的 给父母生活费呀 是天经地义的 来 妈 这就对了 不管都是什么时候 有血缘关系 才是最亲的 还有 你生了孩子 休想让我跟你带 我没那个义务 妈 你住场慢点 知道了 大先生大先生大先生奶奶回来了 奶奶回来看你了 乖 我带你姑姑回来看你了 燕子 我追你了 喊了半天 没动静 上学去了 没在家 我说嫂子 这妈跟你说话呢 你这什么态度呀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呢 这妈自从进了这个家 你喊都没喊一声 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妈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你当然对妈态度好了 妈一开始就给你带孩子 一带带了整整五年 那我的孩子呢 从出生到现在 她有看过一眼吗 我说嫂子 做人能不能大肚一点呀 大肚 这么多年 你有吃过我吃过的苦吗 既然 你没有吃过我吃过的苦 那么 你有什么资格 骗我大肚 是 这么多年 我没带他 可是在我心里 我是想他的呀 你不帮我带孩子 也就算了 可是你在外面 是怎么说的 你是逢人就说 是我不让你看孩子 可是孩子长那么大 你有来看过他一眼吗 现在 你口口声声说想他 这话 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你自己生的孩子 你自己不带 还要让我带呀 那 有点是情话 是干什么的 孩子是我生的没错 老太婆 我问问你 这孩子 是不是随你们家性 我带孩子出去 他们是不是都说 这孩子 是你们家的 可没有人说 这孩子 是你儿媳妇娘家的吧 你要是觉得委屈啊 那你别生呀 你以为我愿意生啊 我娘娘妈愿意让我生啊 那个时候 我跟石头 我们两个刚结婚 还不想弄早要孩子 是不是你天天 在我屁股后面催生 说生吧 生了我给你带 我跟你养 可是 这孩子刚一出生 你却跑到你亲戒你家 给他带孩子去了 我给你打电话 让你回来 帮我带几天孩子 你不是腰疼 就是腿疼 我看你除了心不疼 哪哪都疼 这你给你闺女 带孩子的时候 你怎么那么精神呀 验子 你干什么呀 刚才我都听不下去了 你是怎么 丢我妈说话的 哥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 你娶的这个女人呀 不行啊 现在知道了吧 这个家 是我一手打理出来的 我怎么不行了 要说不行的 我就是眼神不行 没看清楚 你们一家人的嘴脸 你说什么呢 你 行了 燕子 少说两句吧 别再说了 我为什么不说呀 你以前窝囊兮兮的 我就不说你了 现在 你妹和你妈 合计我来欺负你媳妇 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也幸亏啊 是我眼神不好 否则 你得打一辈子光光 哎呀 我的怪真子呀 你妈不让我看你 我最小你了 你在哪啊 我的大神子 哎呀 我再看不到你 我没玩过 哈哈哈哈 爸 行了 别在那里假惺惺的 还你孙子 你有多疼他呀 你是给他换过一次尿不湿啊 还是给他买过一罐奶粉呀 你是给他买过一颗糖 还是带他出去玩过一次 你现在还在这里演 没人陪你演 你说谁演呐 你给我闭嘴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按了什么心 现在妈年纪大了 不中用了 没法给你做家务 没法给你看孩子 你把他送回来了 你不就想着 让我给他养老送中吗 我告诉你 你的如意算法 打得也太精了 我告诉你 我今天绝对不会让步 好了 燕子 刚才你说的那些呀 都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还听那些事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 付出什么就得到什么 这是必然的 我告诉你 十年看活 十年看齐 你当错那个样子对我 现在凭什么扯我 你干什么呀你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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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